從郭台銘董事長發表的聲明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對中華民國的憂慮是巨大的 他對台灣人民的未來是非常擔心的 所以這一點 我想我們都有共同的看法 郭董不參與總統連署 韓國瑜受訪時充滿善意 其實從16日深夜 郭台銘近半發出聲明之後 韓正寅也緊急發聲明 表達會盡一切努力 爭取郭董支持與協助 韓市長也會透過各種管道 當面向郭董請義 隔天再重申 希望能盡快跟郭董見面 也可以感覺得到 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所以在這裡也要向他質疑 那麼也希望能夠盡快安排時間 來拜訪郭台銘董事長 韓國瑜的感性訴求 不知是否能感動郭董 而17日中午 韓正寅又在發聲明 先說希望能與郭董當面請義 暢談雙方熱愛的中華民國 還強調唯有團結 才能確保明年這場中華民國的生死保衛戰 能夠取得勝利 半天之內二度聲明 韓正寅拉攏郭態度明確 他所提出的一些相當不錯的政見 我們這邊可以把它轉化為 一起合作的方式 把這些非常優質的政見 把它有計畫的來推動 所以我盡可能盡快進出來拜訪郭台銘董事長 韓郭怎麼合作 韓國瑜說希望與郭董一起推動政見 甚至說要盡可能盡快以及盡速拜訪郭台銘 而藉由雙方政見整合 或許真的能成為韓國會面契機 進一步締造藍軍大團結 記者陳古民東英傑高雄報導